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找不到配偶 就会变成动物的故事,龙虾 在这个世界里单身的人会被送去一个酒店 在那里进行为期45天的派对 而派对条件就是两个人有共同的特点 听起来也并不是很难的事 但如果失败呢就会变成一种动物 当然如果想延长这个时间期限呢 还有一种办法可行 那就是去森林里猎杀叛逃者 所谓的叛逃者就是找不到伴侣 又不想变成动物而逃出的人 美丽莎一个叛逃者就会增加一天时间 男主角在妻子无故失踪后 便被送去了这个酒店 在此之前他哥哥就因为找不到配偶 被变成了一条狗 而男主想变成一只龙虾 因为他觉得龙虾活得够久 但是他还是愿意做人 所以他尽力地寻找新伴侣 很快他就相中一个总是流鼻血的女孩 但没想到被一个胡子小哥截足先登 胡子哥为了让自己和鼻血女能够配对成功 还用自己的鼻子使劲地撞桌子 伪装成也会无故流鼻血的样子 胡子哥很快就和鼻血女配对成功了 但他们还需要住在一起15天进行测验 如果15天内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他们就可以离开酒店出去生活 并得到一个指定认领的小孩 既然鼻血女已经被配对 男主只好寻找另外的目标 随后一个即将到实现的金发女郎 向他发出邀请 但男主看不上他 所以女郎变成了一匹马 眼看着时间没了 男主为了不变成动物 又搭讪了一个冷血女 他觉得冷血是最好扮演的 当冷血女假装自己要被呛死时 男主一动不动毫无反应 这让冷血女相信 男主和他一样是个冷血的人 于是他们配对成功 并住进了同一个房间 男主每天都扮成毫无感情的样子 但没想到冷血女杀掉了他哥哥 男主还在强装冷血 却在卫生间忍不住哭了出来 冷血女拆穿了他假扮冷血的谎言 要去找管理员惩罚他 男主偷袭了冷血女 然后用一根麻醉枪偷袭了冷血女 他要用残酷的方法 报复冷血女 为哥哥报仇 所以他将冷血女拖进了 把人类变成动物的房间 之后男主逃进了森林 遇到了由红发女领导的叛逃者团队 原本以为这是新生活的开始 然而叛逃者却有着另一套 截然不同的规定 他们不允许任何人谈恋爱 如果私自和人接吻 就会把嘴巴切掉 但他们又常常会 两两假扮成情侣进城 以购买一些必须的物资 和男主假扮情侣的是一个黑发女 黑发女和男主一样患有近视 所以他们自然而然的 有了共同话题 慢慢的男主和黑发女 坠入了爱河 平时在叛逃者团队里 他们就假扮成不熟的样子 等到去城里买东西时 他们就可以无所顾忌地 和对方亲密 两人还密谋逃出森林 但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红发女发现了他们俩之间的事 他骗黑发女说 带她去医院治她的近视 做完手术回来后 黑发女才知道自己上了当 此时他已经看不见任何东西 而男主也发现 从血型爱好闹学过的语言 他们除了近视这一点之外 再也找不出任何的相同点 现在这唯一的相同点也被剥夺了 但男主还是不肯轻易地放弃 晚上他趁红发女睡着将她绑起来 丢在一个坑里将她喂狗 随后带着黑发女逃进了城市 他们一路来到了一个餐厅 男主为了能够和黑发女拥有相同的特点 决定用刀将自己弄虾 但他又在厕所里犹豫不决 而此时服务员给黑发女倒了一杯水 黑发女却看着服务员道谢 等了许久后男主也没有出来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所以男主到底是瞎了还是逃走了呢 我们不得而知 但可以催测的是黑发女并没有瞎 他为什么要欺骗男主呢 或许是因为想要测试男主对他的爱吧 这个结局呢比较有争议 有人说这是个开放的结局 但个人觉得男主最后为了黑发女戳瞎自己 因为他最后有一个镜头 是望向厕所的方向 不过因为黑发女是装瞎 所以在他的谎言被拆穿后 男主依旧变成了龙虾 无论截取如何 这个电影告诉我们 那些看上去的般配未必会是真爱 而真爱是永远也禁止不了的 好了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见